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为文斗呢 字面解释就是通过文明的方式去斗争 这种斗争方式起源于一种宗教感情 经过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叙述发言之后 形成一种观念 叫误以暴力抗恶 到最后形成斗争的形式是在印度 就是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中国的文斗方式为另外一种罢工 当然这不是中国人的发明 欧洲早有罢工斗争的闲礼 然而中国本身是农业国 都是农民 历次剧烈政治变革的主力军都是农民 当工人开始罢工 意味着工业力量的发展 这是好事 刘少奇从苏联回国的时间是1922年 当时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 还没有多少党员 甚至还没多少人在意共产党 这样一个小小共产国际的支部性质的组织 但是共产党员对自身工作的定义 却是非常清晰 解放全人类 那么要钱没钱 要枪没枪 如何解放全人类呢 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包括陈独秀毛泽东在内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 当时他们所想的就是 国外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 国内寻求和孙中山先生合作 因为共产国际的总部在苏联 苏联革命成功了 共产国际也就有了威信 对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支部而言 共产国际的话就是圣旨 至于孙中山 那是革命的灯塔 任何从事革命事业之人 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幼年时代的共产党 寻求和孙中山合作 是扩大影响力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成员数量稀少的共产党很有觉悟 那就是咱是共产党 咱代表广大底层工人和农民 既然苏联革命是依靠工人成立的 那咱们就效仿吧 于是刘少奇找到了工作对象 搞工人运动 也就是领导说不好听 叫煽动工人罢工 所谓罢工 就是暂时不给你干活 啥叫暂时不给你干活呢 就是我还要给你干活 但如果你不改善我的生存条件 我就不给你干 改善之后才给你干 刘少奇回国后 一头扎入罢工狂潮中 粤汉铁路大罢工 安园路矿罢工 武萨运动 省港大罢工 武汉工人大罢工等等 有罢工的地方就有刘少奇 或者说有刘少奇的地方就有罢工 总之刘少奇和罢工联系在一起 牛刀出事 在苏联倾听了列宁的教会之后 年轻的刘少奇在上海 遇见了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 一番客套高论之后 陈独秀让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去干点事 在湖南长沙清水塘 刘少奇碰见了年长五岁的老乡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一辈子的领导 毛泽东 当时刘少奇二十四岁 一个外冷内热的青年 毛泽东二十九岁 正在走向成熟 两个非同凡响的人物 在一个平凡的地方碰面了 此后的岁月里 刘少奇多次对此次会面 有过美好的回忆 老乡见老乡 自然有一番亲切交谈 刘少奇对这样一位兄长一样的 老乡兼领导表示尊重 毛泽东对这样一位从一乡归来的小老的表示羡慕 从革命圣地归来 并见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 这层关系 成了二人日后政坛联手的因素之一 刘少奇的第一份工作是啥呢 就是协助约翰铁路罢工 具体做法就是协助罢工大师李立三同志 鼓动两千多铁路工人放下手中的活 向资本家提要求改善待遇 说起罢工就不能不提李立三同志 李立三生于1899年 比刘少奇年轻一岁 湖南人和刘少奇是老乡 破络地主家庭出身和刘少奇类似 念书年龄比刘少奇早 而且两人的结局也类似 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到残酷的命运 李立三和刘少奇经历相似 各方面直接对比 李立三比刘少奇更有优势 李立三当过大兵 堂过枪 刘少奇没有 刘少奇想去法国进修而不得 李立三去过 比刘少奇入党时间更早的人寥寥无几 李立三就是其中之一 甚至在遇见毛泽东的时间表上 李立三都比刘少奇更早 在罢工这一行 比刘少奇更牛的人寥寥无几 李立三是其中之一 某种意义上讲 刘少奇就是在这位罢工专家的提携下入行的 就是因为李立三同志罢工过于积极 陈独秀右倾之后 李立三就变成了左倾 一根筋的左倾 刘少奇因为立场转变 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成了白区正确代表 这是后话 在显赫意识的越汉铁路罢工中 刚刚入行的刘少奇 表现出过人的素质 完全展示了理想时代共产党人的需求 毛泽东让他去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地方 安元路况 安元路况 第一笔政治资本 搞政治也罢 做生意也罢 都需要第一笔资本 通俗说 叫第一桶金 相当于一个平台 是鸡还是鹰 将在此平台上见分晓 刘少奇的第一笔政治资本 来自于安元路况 相比越汉铁路 安元路况地盘更大 工人更多 可以收获更多 当然 危险也更大 掉了脑袋 也没有任何保险赔偿 因为 需要面对权贵和资本家 各种流氓的衣室父母 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来看 所谓罢工 其实就是捣乱 本来是把工人当牛马 压榨血汗钱 不爽了拖几个月的工资 扣点奖金啥的 现在好了 来了替工人说话的 而且义正词严 分明就是捣乱呀 玄贵们 有钱 有关系 有背景 那年头 想要收拾几个 空有理想的共产党员 还是分分钟的事 罢工虽然属于文斗 但也有相当的危险性 面临着坐牢 挨黑棍 甚至掉脑袋的危险 安原路况 本是李立三同志的地盘 但是这位老兄活动的时间太长了 且过于显眼 已经成了某些权贵的眼中钉肉中刺 随时可能被请喝茶和协调 为了避免英年早逝 李立三同志只能躲起来 搞遥控指挥 而刘少奇同志属于新人 暂时没有危险 可以负责台面上的工作 把工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三步走 前夕 高潮 善后 所谓前夕 就是工人对资本家说 快把拖欠的工资给发了 并提出要求说 以后还要多发点 因为我没钱吃饭了 没钱吃饭就没力气干活 资本家就说 还是好好干活吧 许多人找活还找不到呢 工人又说 到底给不给 资本家说 工人说 不给我就罢工 资本家又说 你们敢不工作 就用警察对付 警察不够用 还有军队 你们玩得起吗 工人本来觉得 是单力薄 玩不起 现在来了共产党人 说只要咱们团结一致 就玩得起 资本家总不能自己去干活不是 总不能让警察和军队 去干活不是 还得求咱们干 想让我们干活 就得提高待遇 工人一听 也对吼 那就罢工 干他娘的 前夕做足之后 就要进入高潮了 于是 在9月13号的夜里 罢工命令发出了 后半夜 也就是14号凌晨 车站 矿井 修理厂等地 一起鸣笛 刺耳的笛声 撕裂了夜空 那是工人在怒吼 老子不干了 给老子加工资 接下来整个路况 一万多工人 全部不上班了 四处刷标语 发传单 搞串联傻的 还有模有样的 写了一份宣言 我们饿了 我们要吃饭 我们活不下去了 我们是迫不得已 才罢工的 并且声明 如有疑问 请与俱乐部代表 刘少奇联系 整个路况陷入瘫痪 资本家 当然不是吃素的 他们的理由是 老子给你们发工资 你们竟然联合起来 对付老子 让你们这些穷鬼 看看老子的手段 手段 也无非就是威逼利诱 在此之前还有一招 那就是拖 先拖几天 等工人陷了气 再威胁 他们认为 工人不过是一帮 没钱的大老粗 要靠微薄的工资 养家糊口 等那股劲消了 再忽悠上班 就好对付了 正常情况下 这种策略是对的 而现在情况有点不正常 因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 属于理想的一代 三天之后 也就是9月16号 路况当局送来了信 请俱乐部代表到司令部谈判 注意谈判地点 是司令部 司令部戒备森严 门前架起机关枪 鹤枪实弹的士兵在战岗巡逻 为了一个俱乐部谈判代表 至于吗 至于 非常至于 这叫下马威 工人为刘少奇担心 就说了 那个刘代表啊 还是别去了 他们会害了你的 刘少奇也不是盖的 趁机慷慨地说 不要紧 我刘少奇为大家办事 就是死了也甘心 有种 24岁的刘少奇 从容进入谈判室 从容地坐在戒严司令李鸿城面前 从容地看着这位戒严司令 如同观看演出一样 李司令也很配合 挺直腰板提高嗓门说 你们俱乐部为何要鼓动工人犯上作乱 你看这司令多么禁止 还没谈呢 就把大帽子给扣上了 刘少奇的反击也很犀利 你们究竟要谈判 还是搞审判 然后冷静从容地分析了罢工的原因 以及工人的要求 李司令有点挂不住了 心想老子本是粗人 今天就是来护人的 你小子倒好 跟我谈判来了 要谈判 还用得找老子出马吗 不行 接着护道 如果坚持作乱 就把代表就地正法 也不全是声音 也有拍桌子的动作 这样表演 看起来才形象逼真 只可惜 习惯了酒肉生活的李司令 太不了解 眼前这个年轻人了 那是他看不懂 可能一辈子 也弄不懂的一个群落 刘少奇根本就不鸟他 万余人工人 如此要求 虽把代表剁成肉泥 也不能解决问题 李司令讨了个没趣 发狠说 我对万余工人 也有办法制裁 我有万余名军队 在这里 刘少奇回击 请你下令制裁 这话戳到了李司令的痛处 李司令根本就不是要制裁的 他的任务是 威逼工人复工 只有工人复工 李司令才能从权贵朋友那里 捞到好处 才可以去风花雪月 才可以强娶几个姨太太傻的 制裁了工人又怎么样 还是没人干活啊 总不能用一万多军队 杀掉一万多工人 然后把一万多军队 变成工人干活吧 李司令傻眼了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年轻人如此强悍 此时的工人兄弟 表现得也很给力 黑压压一群 来到谈判室之外 对着机枪高喊 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 我们就把路况两局 打个稀巴烂 面对愤怒的人群 路况两局和戒严司令部 傻眼了 担心乱子闹大了 耽误自己的前途和财路 赶忙让刘代表出面 维持一下秩序 刘代表来到走廊上 向大家挥挥手 让大家静一静 耐心等待 愤怒的人群 果然安定下来 那一刻 刘少奇内心 应该非常有成就感 那是通向成功之路上的 淋漓尽致的快感 那一刻 他不再是那个彷徨无助 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 不再是为了生活 去工厂的待业青年 他为他的选择而庆幸 同时更对自己的信念梦想 坚定不已了 安元罢工的结局 是工人大获全胜 然而很遗憾 那种胜利没能在全国推广 因为比权贵更狠的一种人 采取了更为残酷的方式 对付工人 接下来的金汉铁路大罢工 遭到大军阀无佩服的血腥屠杀 全国罢工运动陷入低潮期 安元路况在刘少奇的领导下 日子过得还算凑合 刘少奇因此收获了许多赞誉 说通俗点 就是攫取了第一笔政治资本 因为在安元的成功 刘少奇当选为全国首届总工会职位 此时的刘少奇还不到27岁 此时的周恩来正在广州搞战争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试图写文章 批驳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要知道那时候的共产党 还没有自己的枪杆子 还指望依靠工人搞文斗 刘少奇通过自身努力 获得一个职位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这一切都是败路况资本家 和李司令所赐 他们用自己的无能 成就了刘少奇同志 说白了 路况资本家也就是求财而已 李司令也不过是资本家的臂膀而已 如果真的很牛 那么资本家们就应该去和外国资本竞争 那么李司令就应该走上战场一雪裹齿 何须对着自己的同胞装逼 说不好听 也就是装扮得很好的草包而已 纵然掌控资源 纵然身价高位 依然是草包和精英二字相差甚远 探月 正是这种草包资本家和草包军人占据了精英位置 才造成近代中国那种任人宰割之局面 所谓革命 无非是让这群草包回到草包该去的位置上 唯有让草包回到草包的位置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才有可能新生 才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巅峰时刻 武萨运动 公元1925年3月12日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 国人一片悲痛 他死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烂摊子 各派力量在这个烂摊子里迢迢减减 你争我夺 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 大家心里头都在打鼓 几十天之后 也就是5月30号这天 上海工人再次不上班了 学生再次不上课了 再次跑到街头喊口号 耍标语 说日本鬼子英国佬滚出中国去 万恶的资本家 不要再欺负弱势的老百姓等等 接下来的情节和电影里一样 巡捕方朝手无寸铁的国人开枪 国人伤亡惨重 然后国人反击 组织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并且席卷全国 从这一天开始 到二七年国共第一次分裂 前后三年的时间 在历史上成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典范 大革命的标志就是武萨运动 结束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青党 然后国共内战 十年之后国共再合作 合作八年在内战 至今天我们期待国共第三次合作 国共两次合作都得到令人惊喜之结局 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 打残了不少军阀 初步奠定了统一的基础 第二次合作联合赶走了鬼子 拯救民族与水火 希望第三次国共合作能解决台湾问题 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两讲时代曾经策划过国共第三次合作 可惜都没有结果 这个运动的起因也很简单 就是日本人的工厂剥削中国劳工太厉害 中国人不堪忍受找鬼子理论 结果很多人被鬼子殴打 有人被殴打之死 有人被强毙 这种事原本应该是国家政府管的 当时的政府如同一坨牛粪 又臭又烂 就是军阀官僚权贵混合在一起的砸碎火锅 对付国内平头老百姓 还能用高高在上的姿态 掩盖流氓嘴脸和缺盖的骨骼 对待老外 只能装孙子 那样的时刻正是理想主义者大显身手的时代 共产党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肌肉 精英人物尽出 当时共产党一把手 大学者 大知识分子 大书呆子 陈独秀出面了 大知识分子 大书呆子 瞿秋白出面了 当然少不了不算书呆子 却比任何书呆子都激进的 李立三 另外一个就是刘少奇了 他不是最高领导 地位远不如陈独秀和瞿秋白 业务上也不是最核心的那个 也不如李立三重要 但刘少奇给自己搞了一个准确的定位 实干 刘少奇从青岛返回上海时 已经是6月1号 大规模罢课罢工罢市 已经开始 他的工作是总务主任 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 就是听领导指示 全面主持工会日常工作 这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这种工作 说白了就是苦活累活 不是只靠才华就能搞定的 同时需要相当大的耐心 去摆弄数不清的琐事 需要相当的心思 和各种人事沟通周旋 领导一个指示 足够忙活两天 两天还没到 又来一个指示 怎么办 干呗 何况有些门槛 并不是通过努力工作就能卖过去的 罢工最核心的部分是啥 一个字 钱 所谓罢工 就是索要工资 提高待遇 并申明以后不能再欺负兄弟们 说白了就是向资本家要钱 这个前提是 要自己先有钱 你不让工人去上班 那工人吃啥 人少也就罢了 借点停一停就过去了 武萨运动中 工人二十几万 把工几十天 生活费怎么办 放到现在 不是啥大问题 中央说句话 财政不给点钱就算了 那时的中共中央 有什么 除了理想和信念 基本上空无一物 自己的活动经费 还用卢布呢 砸锅卖铁 也拿不出这笔钱呀 理想信念这东西 属于原水 缺钱属于进货 原水永远就不了进货 没钱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 那就要失败 好在 中国北方有一位爱国人士 好汉冯玉祥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 冯玉祥推翻直系军政府 银元大总统曹坤 把溥仪再次赶出故宫 归顺国民革命军 并且把故宫向老百姓开放 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 冯玉祥就把故宫收取的门票 通过共产党发放给工人 支持武萨运动 刘少奇等人的工作 就是通过一系列方式 把钱发放到工人手中 不要以为分钱很容易 那绝对是一种考验 人多 钱不多 弄不好 钱分下去了 还要惹起那头 不过这些 并难不倒刘少奇 他用自己的才华 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他那个级别的人物来讲 能用才智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干这活儿 苦一点累一点也就算了 关键还很危险 上海滩那是啥地方 那叫鱼龙混杂 三叫九流 什么人都有 看那些老上海电影 砍砍砂砂的场面 屡见不鲜 其实那都是一些黑帮故事 小场面 如果场面大一点 那就不叫黑帮了 叫军阀 和这种几十万人的罢工相比 黑帮啥都不算 黑帮也就是一点小利益 牵扯到老外就耸了 罢工 那可是直接和大财阀 和洋人对着干 这些人可是黑帮的后台老板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 洋人才是老大 洋人可以动用寻补 寻补搞不定的 可以收买黑帮憋三 用下三滥的手段 那个年代 法只有一条 就是无法 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 罢工可以说 牵扯到了上海各个方面的利益 也就牵扯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不同的人 对付你的手段也不一样 那种不要脸的文人 会为了主子的利益 扯着嗓子骂你 这种人并不可怕 当成疯狗就是了 真正可怕的是那种别三 他们可不管什么理想 信念 民族大义之类的空头货 谁给他们足够的好处 他们就会拿起棍棒 帮谁卖命 给他们讲什么民族大义 还不如把他们送进红灯区 找摇检有效 再坚定的理想信念 也当不了防弹衣 所以大佬们用流氓 对付知识分子 8月22号晚 一大群流氓憋三 在吃饱喝足之后 手持刀棍冲入工会总部 见人就砍 见东西就砸 比香港电影还要壮观 恰好此时 李立三和刘少奇 都在免费加班 如果被这群人渣抓住 就算不被乱棍打死 床上躺一段时间 也是必须的 好在二人已经历过 不少大风打浪 对此临危不乱 暂时抛弃 革命不怕牺牲之大 无微精神 充分运用地下工作时的 技术手段 趁卵溜了 且毫发无损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秀才遇到憋三了 只能撒腿就跑 二人逃出生天之后 和普通人一样去报警 说俺们被侵犯了 结果 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因为上海滩黑帮的后台 也就是警察的后台 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不会被吓到 既然警察不管不问 他们就自己发布公告 揭露事件真相 充分体现出 共产党人的超强战斗力 然而流氓憋三 不过是前哨而已 憋三之后当局出手 要强行查封工商联合会 和一些行业工会 他们都是总工会的外围屏障 扫除屏障 接下来就要对总工会动手了 局势越来越恶劣 和安元时代一样 李立三又不便公开活动了 重担再次落到刘少奇身上 毕竟当局是财阀供养的 还得看洋人脸色 工人不干活 资本家怎么赚钱 洋人怎么赚钱 所以当局准备动手了 当局准备动手的时候 意味着资本家架不住了 管你日本人 英国人还是中国财阀 大家出来混都是赚钱的 没有劳工毛都赚不到一分 闹到最后大家都不好过 日本工厂最先同意工人的要求 刘少奇就先组织日企工人复工 接着是华商工厂复工 营商最顽固就耗着 当然当局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恐怖的是军阀 两年前 直系军阀吴佩福血腥镇压金汉铁路罢工的事 还历历在目啊 后来的工运领袖中 瞿秋白 蔡和森 向中发 邓群 王和波等人 均死在军阀手上 此时 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 向上海秘密通电 决定镇压 9月18号傍晚 上海军警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 逮捕相关工作人员 并通缉李立三刘少奇等人 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镇压 为何一开始不镇压 等到结尾时来这一手 是何用意 其实很简单 开始的时候镇压 势必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动乱 那么开工可能遥遥无期 资本家赚钱也就遥遥无期 等到结尾时表示一下 资本家亦在表态 看看 穷鬼们 咱们有的是实力 下不为力啊 不然绝不轻扰 面对军阀的枪弹 刘少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先躲起来 一面写文章揭露某某人的罪行 一面做各种善后工作 这么一系列折腾下来 刘少奇病倒了 当然又收获了一楼框的赞誉 这些荣誉 成了日后的政治资本 武萨运动成了一股风暴 席卷全国 这次运动的领导们 获得了一大笔政治资本 陈独秀之后 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 后来瞿秋白当了共产国际代表 李立三火了一把 都是文斗捞取的政治资本 对刘少奇而言 真正的收获 还是主持总工会日常工作 这段经历 在这里 他接触到了黑帮 接触到了便衣特务 接触到了五花八门的权力机构 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龙和形形色色的鱼 更为重要的是 提高了组织水平 日后在白区 也就是 一边和鱼龙们打交道 一边组织群众 同时再次提高了理论水平 非常可贵 日后主持党内日常事务 干的也是这些事 武萨运动 刘少奇走向成熟 之后又是武汉大罢工 又是惨案 又是占领武汉营租 一路走下来轰轰烈烈 随着罢工次数的增加 刘少奇的地位也在上升 短短几年 从工人俱乐部主任 到全国工会副主任 到中央委员 上升速度 即便没有火箭快 也不亚于飞机 若不是在那个特殊年代 这样的升级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不熬到你头发花白 别想进中央 而当时的刘少奇 还没道而立之年 如果这么一路干下去 刘少奇的前途 还是非常光明的 然而 文斗很快走到尽头 转入历史死胡同 原本国共合作 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 文斗是非常好的一条路 但问题是出现了转折 正如写好的剧本一样 情节总是充满曲折 才有吸引力 刘少奇的一生 也充满曲折 造成下一个曲折情节的 正是中国另一个大人物 蒋介石 未经许可,不得有叙连